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19年11月29号星期五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 亚太报道 我是嘉远 今天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由 四川阿坝地区一名藏人 日前因抗议中共的高压政策 自焚身亡 这是2019年外界所知的 第一起藏人自焚事件 也是过去十年来 第156起自焚事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以及保护香港法案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并警告美国要对此承担后果 有香港市民在感恩节期间 进行集会 感谢美国通过有关香港的法案 香港警方人员星期四 进入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取证 法国 德国 英国和瑞士等欧洲国家 呼吁中国关闭在新疆的再教育营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亚太报道 四川阿爸藏人云丹日前以自焚抗议中共的高压政策 当场身亡 这是2019年外界所知的第一起藏人自焚事件 也是2009年以来的第156起自焚事件 详情请听特约记者单真的报道 印度达兰萨拉的戈尔登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发言人次人 星期四向本台表示 四川阿爸藏又一位年轻藏人 为西藏自由事业和藏民族的福祉利益 而以身献祭 自焚事件发生在本月26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过后 自焚者名叫云丹 年仅24岁 是阿爸县麦尔玛乡二村人 当天他在麦尔玛乡附近点火自焚 抗议中共当局的对藏高压政策当场身亡 此人表示 由于阿爸县一直被当局掩控 很难获取这起自焚事件的详细情况 他说 从自焚图片来看 现场火势很大 似乎已持续了几分钟 而现场周围看不到人 所以他当时是否呼喊口号 留下一眼 以及他的遗体是否被军警抬走 或者已经归还家属等情况 就无从进一步了解 之前部分自焚者在家中留过遗眼 但被突闯进来搜查的军警给抢走 因此云丹如果在家有留遗眼 将很难逃过军警抹爪 自2009年至今 有150多名境内藏人自焚 其中阿爸县是自焚级世卫事件发生最多之地 此人说 在过去自焚事件发生的10年以来 军警从不间断地在整个阿爸县进行监控 除了敏感今年日以外 军警似乎不会频繁出现在街头 但都会全副武装地聚集在大工房里 随时待命 应对突发事件 曾有一位僧人因为走错房 而亲眼目睹了满房子军警 严正以待的场面 另外 当局在大街小巷 寺院和乡镇 安装监控摄像头 进行全天候监控 尤其监控电话和网络等通讯渠道 凡境内僧俗藏人与境外亲友 通过微信联系 随后不久 便会被警方警告 要求不得与境外保持联系 此外 印度南部西藏塞拉斯的 拾取其僧人强巴云丹 星期四也向本台表示 在四川甘兹州拾取县 近日发生示威抗议事件之后 境外同乡藏人 试图与境内取得联系 但是对方却遭到当局警告 他说 由于微信内容 被当局全程监控和审查 日前失去通乡邮人 通过手机电话联系境内时 双方电话被切断 之后对方通过网络 发送了一条当局的信息 内容是以温馨提醒进行严证警告 声称显示的号码为境外来电 要求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当局的目的是防止 境内外藏人通过电话 网络等通讯渠道 来互传或共享 被当局视为敏感的信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丹真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三 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以及保护香港法案 星期四 中国外交部 国务院港澳办 中联办等多个部门 以及香港特区政府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并指美国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 还警告美方要承担后果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还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 表达强烈抗议 请听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特朗普在美国传统的感恩节 前一天签署了香港人权 以民主法案以及保护香港法案 使得这两个法案成为美国的法律 香港示威者朱女士 对特朗普最终签署上述两个法案 感到鼓舞 她本周四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当天上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约玉成 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就美国香港人权以民主法案 签署成法 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 批评美方将所谓 香港人权以民主法案 签署成法 此举严重干涉香港事务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中方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耿爽说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是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组织 外国政府组织个人都无权干预 外国记者多次追问中方会有何种反制措施 耿爽只回应 中国主流媒体周四当天转发了中国官方对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以民主法案的回应 正在香港的北京独立学者孙先生对本台说 中国政府有报复美国的可能性 中共的宣传机器现在是全面开动 抨击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 这种抨击呢绝对不会置于纸面 置于口头 中共很有可能会采取下一步实施性的动作进行报复 北京学者扎建国对本台说 纵观香港持续五个多月的抗争 目前的局势有所缓和 美国制裁北京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的人权法案要执行制裁的话 可能性也不大 也是低概率 因为从现在来看 北京从内地直接出兵 平报啊 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的这个人权法案执行的可能性也不大 当然如果北京政府出兵进行镇压 而美国政府执行了这个人权法案 那么中国政府一定会反制 当然这个反制的后果是三方都受损失 当然受损失最大的应该是香港 据美国罗纳德里根总统基金会和研究所 本周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 其中有68%的美国受访者表示 即使得罪北京也赞同华府 支持香港示威者 有分析认为 如果美国对香港实施经济方面的制裁 也将影响香港投资环境 及动摇现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倘若香港变成中国的普通城市 不再有外商投资中国的桥梁作用 那么香港将失去优势 统计数据显示 外商投资中国的资金中 有七成是经香港向内地辐射 去年有8.5万名美国公民居住在香港 超过1300间美国企业在香港营运 去年香港以美国贸易达673亿美元 其中美国贸易顺差为338亿美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香港的民主派表示欢迎 但特局政府以及亲北京的政团 则表示强烈反对 有香港市民在感恩节举办集会 感谢美国通过法案 请听记者刘绍峰和高峰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 并提交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及保护香港法近一个星期后 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三 正式签署法案成为法律 特朗普透过白宫发声明表示 签署法案是出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对香港人的尊重 并希望北京和香港的领袖和代表 能和平友好解决分歧 以达至长久的和平繁盛 法案将强化美国对香港自治状况的监察力度 要求国务院每年提交报告 评估香港的自治情况 是否符合享有独立管税区的特殊待遇 并制裁破坏香港人权民主的官员 国会上星期同时通过 禁止出口人群管制武器 譬如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到香港的 保护香港法案 星期四晚上数以千计市民 自发聚集在中环的爱丁堡广场 参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感恩节集会 感谢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法案 参与人士还促请美国政府 尽快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警察 和参与做出决定的特区政府高层官员 香港民主派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曾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 一直努力游说美国政界 推动法案通过的 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回应说 在美中贸易战下 特朗普签署法案 反映美国仍相当重视 香港的人权状况 香港总治会继续加强游说工作 争取当局尽快启动制裁机制 在香港主权移交以来 第一条是美国的法案 和香港有关正式生效 黄之锋表示 香港主权移交以来 第一条与香港有关的美国法案 正式生效 在未来的日子 香港总治会积极收集香港各界意见 建议制裁名单 无论是滥权的官员 以至选举主任 黑警 相信都有机会纳入制裁名单 这种制裁机制 在美国落实并不足够 未来的日子 香港总治会继续争取 在世界各地设立这种制裁机制 希望官员 黑警 世世代代 共享大湾区的荣耀 黄之锋预料 美国通过法案 会在西方国家带来骨牌效应 英国和欧洲国家 或者会有相应的举动 公民党党魁 杨月桥表示 特朗普签署法案反映国际社会过去半年 一直留意和认同香港人抗争的努力 并密切关注香港局势 在国际社会上香港绝不孤单 这个我相信是最重要的信息 杨月桥表示 在国际社会上 香港绝不孤单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讯息 也代表国际社会 认同香港人过去半年所付出的努力 在争取民主 人权自由的路上 有人认同 特区政府必须记住 他自己的判断和责任 如何让国际社会信服 香港真的有一国两制 真的向基本法对香港的人权保障 是真的做得到 这是特区政府必须清楚理解的 亲北京的经民联议员林建峰认为 美国无视中国 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林建峰表示 法案不仅干扰香港内部事务和中国主权 也助长香港暴力抗争分子的气焰 破坏香港社会争取回复平和的努力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 星期四在香港外国记者会 午餐会发表演说后 被问到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获得通过的看法 梁振英认为投票支持法案的美国国会议员 不完全和正确理解香港的情况 他批评推动法案的人包括香港人 没有考虑香港的利益 而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表示 鄙视美国的做法 认为粗暴干预别国的事务 特区政府星期四发表声明 强烈反对两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 批评美方多次无视港方 对两项法案提出的切实关注 表示极度遗憾 只两项法案既没有必要 也毫无根据 更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合力 星期四对本台表示 特朗普签署法案成为法律 反映西方社会 尤其美国对香港的支持 但从特朗普的角度而言 可能是在贸易谈判中打香港牌 林合力认为 这次是代表了香港追求民主高度自治 反对北京进一步收紧香港一国两制 得到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从特朗普的角度而言 他也非常着意去签署贸易协议 所以特朗普可能是打香港牌 假如北京开出的条件是满意的话 特朗普仍然会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本台表示 目前美国是否执行有关的法律条文 以及执行的力度是未知之数 但他估计 法案目前不会用作制裁中共高层和官二代 以免破坏美中关系 相反 香港官员将是制裁目标之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高峰 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中国对此强烈反弹 声称将采取反制措施 但同时西方其他国家的行动 正在与美国形成联动 这是否意味着美中之间又一轮的对抗呢 本台记者王允邀请到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 和时事分析人士吴作来 对此做出分析和点评 从目前香港和中国政府的反应来讲 他们都是声明谴责 美国干预香港和中国的内部事务 那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 你怎么看中方的这种反应 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自然反应 但是他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严格来讲这是美国的一个内部法 就是涉及到香港而已 就相当于美国不允许 一些侵犯人传的人士进入美国 比如说中国的有关领导人 不被允许进入美国 那他是干涉中国内政吗 显然不是 但是从香港和中方的反应来讲 因为这确实是涉及到 香港和中国的事务 这种说法来讲 是不是在这个方面 存在一定的灰色区域的 我想请教一下萧教授 因为香港它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 是由中英的联合公报 然后来确认 而这个中英联合公报 最后形成一个国际条约 最后向联合国备案 基于这种联合国备案的国际条约 那么美国也就给予香港 各种的优惠 所有这些优惠 当然是建立在一个 最根本的基础上 就在于香港 它有它的相对于 大陆来说 有它的独特的自治性质 那么如果中国把它全部破坏的话 当然就会引发英国和美国 那么他们的不安 很多人在讨论 就是中方 是不是有可能采取 进一步的报复行动 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建议中国政府起草 香港人权法案 考虑禁止那些 帮助美国起草 这个香港法案的人 入境中国 那我想请教一下 吴先生 你觉得胡锡进 这种说法靠谱吗 他这个说法 那就意味着 中美就断交了 因为最重要的签署人 是特朗普总统 然后还有美国的 这个两会的这个议员 全部都无法紧入中国 起草的人 是为不足道的那些人 是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的 美国这个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签署了 成为了正式的法案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就是中美贸易谈判 似乎是进行的比较顺利 那么所以有人认为 特朗普是签署这个法案 是想中国和香港之间 搞一个平衡 我想请教一下 吴先生 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中美贸易谈判的顺利 它可能 有可能是一个假象 因为中国不可能 进行一个结构型的改革 中美的冲突 后面还会越来越激化 特朗普这个人权方案 他签署 他是在维护一个 美国的一个底线 特朗普过程 其实关系并不是特别大 他只是顺应了 美国这样一个潮流而已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美国签署了 香港人权与民族法案 那几乎是与此同时 欧洲的荷兰政府 在上周 他的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 说要求 荷兰政府去实施 马格丽兹基人权法案 然后在意大利 意大利有议员表示 要推动他们的国会 去支持香港落实普选 然后加拿大 也是在考虑相关的法案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夏教授 那么从整个西方的动态来讲 是不是美国的行动 在推动着西方 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 在对中国的这种人权的状况 进行一个反应 是 应该说西方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联动 因为我们如果看 去年出版的 Clive Hamilton 写的 静跳跳的入侵 专讲在澳大利亚 那么中共的各种扩张 那你可以看到 澳大利亚 他已经意识到 他们作为西方国家里面的 前沿正地 而且最弱的一个连接了 那么他们认识到这种 对澳大利亚的民主 价值观的渗透和腐蚀 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 西方国家都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觉醒 那么所以我觉得 美国的这个就是法律 那个通过以后了 因为很多的西方国家 都还是看美国 你要做什么 但是如果美国 改成了很多话了 我相信这些国家 一定会跟进的 西方采取 对中国人权事务 采取这样一些 联动的行为 它是否真的能够 促进中国内部 发生改变 两位先生都可以 稍微谈一下 整个西方的行动 会打压中共的 这样一个 在国际社会 扩张的空间 无论是经济空间 还是政治空间 这是习近平 不容易看到的 但是能不能 做出中国根本性的改变 这意识是非常困难 因为习近平的布局 已经布了 五年以上的布局 都在与中国西方 进行一种抗衡 一种对垒 我觉得具有很强的 激励作用 因为毕竟中国人 那么现在 很多是敢不敢言 所以我就这种鼓励 从外界的关注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么另外一个 那么中国共产党 当然一直就想 玩这种就是双轨制了 在政治上 在文化上 那么跟西方要脱钩 但是在经济上 他一直想 就是说加入到 这种全球化 或者经济 相互一层 美国的这种做法 现在就说 把它给逼上了 一个墙角 让他要选择 另外我觉得 习近平 他其实在面对的压力 在西方国家 可能会激发了 就是国内了 或者党内了 派别了 对他的压力 而且中国经济 已经进入到 智障的一个模式 那么所以我觉得 对习近平的打击 我觉得是不可估量 感谢两位先生 对我们今天 这个访谈的精彩点评 刚才是本台记者 王允邀请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教授夏明 和时事分析人士 吴作来 就香港问题 所做的分析和点评 香港理工大学 被警方包围 进入第12天 星期四 由警方以及消防等 组成的安全小组 进入李大校园内取证 并高调地向传媒 展示示威者 所使用的所谓武器 警方多次强调 进入校园 并非是搜捕留守者 有人权关注者批评 警方应该尊重大学自主 进入校园 只会令局势升温 请听记者文海新 和吕希的报道 香港警方围堵 香港理工大学 接近两个星期 由警方爆炸品处理课 传媒联络队 以及谈判小队 连同消防 救护 社会福利署人员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 组成的300人安全小组 周四在理大副校长 杨立伟的陪同之下 进入理大校园 对行动的动机 警方解释是为了处理 危险品以及收证 警方以及校方人员 到了校内实验室 体育馆 图书馆 停车场等多个地方检查 有爆炸品处理客人员 捡起遗留在校内的玻璃瓶检查 警员也在玻璃瓶 系上交代以做识别 另外也有警员 取走多栏的物品 并记录作为证物 包括一臂弓箭 口罩以及手套等 另外有警员以及消防员 在媒体前清理危险品 包括石油器官等等 警方表示 直至下午两点钟 在理大校园里头 收获超过600枚 华裔汽油袋 以及一些浓硫酸等等 有组织追案 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 李贵华也在下午先申理大 他表示理大环境 比警方初时估计的要复杂 期望周五以前完成处理易燃物品 但缺时的时间难以预计 警务处助理处长周一明就表示 警方进入校园的目的 是希望处理危险物品 以及精坏搜证 他又表示警方有法律责任 处理危险品以及武器 希望在校园安全的情况之下 精坏把校园归还校方 选校方以及警方早前曾经表示 相信校园里头已经没有留守的人士 然而周三晚上突然有一名 化名阿邦的留守人士 先生李大见记者 要求警方不要进入校园 并估计校园里头仍然有大概20人 周一明周四强调 进入校园的目的不是搜捕 不过一旦遇到留守人士 会有警方谈判小队 社会福利术职员 临床心理学家跟他聊天 他重申警方希望以人大的立场 和平以及灵活方式处理李大事件 李大副校长杨立伟周四就呼吁留守者离开 并表示要先处理危险物品 我们要先处理这些危险的物品 否则不能解封校园 所以今天我们校方带了这帮消防员到学校 处理这些事 香港人权监察周四发表声明 表示李大一再表明 希望当局立刻解封校园 并要求警方不要搜捕留守人士 避免校内的人大危机恶化 总干事罗沃奇 周四对本台表示 认为警方应该尊重校方 并交由校方执行决定 如果有需要才提供相应的协助 他应该尊重李大校方 进入任何大学校园 应该以大学本身的管理 学生内部等决定哪些人来 哪些人去 而不是执法机关随意进入 所以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大学本身的自助 罗沃奇表示 即使警方周四进入校园的时候 没有拘捕学生或造成冲突 但进入校园的行为 无助于解决现在的问题 联合国也希望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事件 他认为派警员进入李大 只会让局势升温 而另一方面 有常州复合王之称的香港市民郭桌坚 就警方包围理工大学事件 陆秉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合 并要求法庭裁定警方行为适当 认为事件构成非法禁锢 但高等法院拒绝批出司法复合的申请许可 认为申请人没有能够显示出复合的理据 具有合理的争论性 郭桌坚过去多年曾经就社会问题 提出司法复合超过50次 包括政改咨询 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等等 旧亚日电台记者吕熙文海星香港报道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持续至今 已经超过了5个月 香港警察暴力滥权的问题 一直是外界的关注焦点之一 香港保安局局长星期三 就警方执法问题 接受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透露 已经接获了超过1000宗涉警投诉 以下是本台记者韩杰的整理报道 李家昌27日就警方针对连续数月的抗议行动做出执法情况总结 他表示自6月初至今 警方发射了约1万枚催泪弹 4800颗橡胶子弹 以及约19发尸弹 其中有三发大众示威者 共有超过2600人受伤送院 超过470人为警务人员 与此同时 警方一共拘捕了超过5800人 其中923人已被立案控告 李家昌还提到截至本周一 香港警队投诉警戒科接获1261宗 与反送中示威有关的投诉警察个案 包括指警务人员行为不当 不礼貌 殴打等涉及1647项指控 全部都在调查当中 目前没有警员受到几率处分 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 使于民众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 但由于当局无视民意 以及警方的过度使用武力 导致警民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 香港警方暴力镇压示威者的举动 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4月29电台记者韩杰华盛顿整理报道 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香港的局势 最近全球再有近万人发表联合公开信 批评香港警方暴力执法 其中有超过3700位各国的学者参与了联署 还包括多位左派学者 以下是本台记者韩杰的另一篇报道 这封发布在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网站的联署信 谴责香港警察的暴力滥权问题 例如对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使用不合比例的报复性暴力 使用新法西斯语言称呼示威者为蟑螂等 联署信呼吁香港大学挺身维护学术自由 并要求香港政府成立由一名公正法官领导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警察暴力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 香港监察组织主席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 就公开信向记者介绍道 有人将这封公开信交给了香港监察予以刊登 那么多知名学者相信 香港警察确实对民众使用过度暴力 并决定为此发声 这说明香港警报问题极为严重 我们希望这封公开信得以传播 并且引发更多人的关注 这次参与联署的学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 其中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学家朱迪斯·巴特勒 实验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 哲学家格林雷 普林斯顿法学教授劳伯·巧智 当代语言学之父乔姆斯基 知名经济学家瓦鲁法斯基 哲学家与心理分析理论家启泽克等 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持续将近半年 警民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 各国政府及人权机构除了广泛谴责香港警方 暴力镇压示威者的举动外 同时也会敦促抗议者保持冷静 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 但记者留意到 这封公开信批评香港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同时 并没有提到少部分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也没有做出相关呼吁 值得注意的是签署公开信的 有不少提倡非暴力的左派学者 比如知名哲学家齐泽克 就是被视为当今激进左派的重要棋手 对此连属性签署人之一 旅美学者滕彪告诉记者 当然有一些媒体包括一些政府官员 他们倾向于各打五十大板 在表述的时候既要批评警方的暴力 也要批评抗争者的暴力 那这个听起来是没错的 但实际上是成问题的 因为99%的暴力来自于警方 而且是警方的这种过度的暴力 以及把一部分抗争者逼向了越来越激进的程度 自于亚洲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香港区域会选举中 民主派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有当选的民主区议员认为 未来泛民主派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不过他们表示不会放弃抗争 也相信香港的青年人的智慧和担当 今天本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我今期的当选是很痛苦的当选 在香港岛台湾乐康区当选的区议员曾建成 对自己再度当选感觉很沉重 因为选举是香港年轻人用血泪甚至生命换来的 进去投票香港人起来了 不是说我们当选的很好 而是对当选者是一个反对票 表示不接受我们现在的政府 绰号阿牛的曾建成 是香港泛民主派社民联的成员 阿牛在2003年到2011年间一直担任该区的区议员 但在2011年和2015年却先后两次败于暴称独立 但实际上是亲建制党派的李进秋 今年的选举中 阿牛获得3563票 击败了获得2800票的老对手李进秋 香港的区议会没有太大的权力 大部分工作是帮助社区民众争取基本利益 过去十多年 香港建制派以大量资源和有组织的动员能力 基本掌控所有的区议会工作 阿牛表示 反民主派已经充分认识到 未来四年可能面对的严峻局面 建制派后面有国家的宣传机器 如果我们有任何行差踏错 他们一定会全力反击 所以未来四年可以说是如履薄冰 要非常谨慎小心 不过他也表示 反民主派也一定要利用区议会这个平台 为香港争取更多的政治民主 香港民主党的黄国彤本身是一位律师 这次他成功当选九龙半岛太子区的区议员 他表示未来虽然会面对困难 但也一定会在服务社区和争取政治权利方面 做好平衡 通过区议会进行更多的政治抗争 这些抗争对泛民来说 是得到广大市民支持的 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授权 如果我们合理的诉求得不到合理的回应 抗争会一直进行下去 黄律师表示 抗争的目标就是五大诉求 阿牛表示 目前香港社会急需恢复社会信任 但关键是制止警察的非法暴力 并将过去几个月违法违规的警务人员升至一发 本次香港区议会的选举 大批年轻人代表泛民主派初选并获得胜利 这些年轻人既没有政治经验 也缺乏社区服务的精力 不少人对此感到担心 阿牛表示 相信年轻人有足够的智慧处理未来面对的难题 要相信我们未来的下一代 我们这批政治老鬼只能提醒他们 不可能去控制和命令他们 这次运动中 年轻人体现了高度的配合和智慧 所以我相信香港的年轻人 黄国同则表示 未来区议会如何以社区服务平台 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 是泛民主派遇到的一个问题 他也认为 大批年轻人的加入 对此必定会有很大帮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 华盛顿报道 甘肃的一位公民在网上 转载涉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资讯 被陕西的一个法院裁定 寻衅滋事罪程 判刑一年六个月 庭审闭门进行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龙克海案审结两个多星期后 加速星期二 接到律师同志 山西宝基卫兵区法院 裁定龙克海寻衅滋事罪程 判刑一年六个月 起诉书指控龙克海 在推特 脸书等发布和转发 诽谤侮辱国家领导人 和辱骂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信息 严重破坏社会执续 儿子龙绍腾认为判刑不合理 犹如剥夺 个人表达意见的权利 我还是认为是过重了 他这个判的这个结果 因为他毕竟没有做一些 很严重很危害社会的事情 就是因为一些言论 转的都是转的 就是说就是因为转了一下 就判这么久 我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针对于个人的一些这种 比如说市政方针 是完全是可以去评论的 转发呢 我也觉得是可以的 外界则相信 案件不公开审理 是由于涉及民间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评价 原籍甘肃的龙克海 近年定居山西宝吉市 地方政府指责他 攻击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 以及丑化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 把他视为重点监控对象 去年建党节前夕 曾把他行政拘留15天 为了迫使他认罪 当时政府曾向家属施压 龙少腾就曾接到官员的电话 威胁要对他不利 然后他们也不说为啥 就是说这样不行 但是你评论这个谁就是不行 就是说是对我这不好那不好 说是对我以后 什么交婚人啊差的不好 说是工作也不好 说是这样 就比如说肯定不能在国外 像有处境这样 可能就不能在国外期里面工作 这是肯定的 今年年初龙克海再度被扣查 当局一再游说龙少腾 劝父亲认罪 却徒劳武功 我倒是没有 我其实是劝我父亲 让他保持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吧 不要有一些太过激的一些想法 我也想不想因为他 因为这件事情去对这个社会有什么不满 我不希望他太 总的怎么讲就是太偏执吧 对因为可能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话 是不允许你有这种不一样的一些言论 本台曾联系龙克海辩护律师张磊 但他说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 有评论认为最近几年 中国网民在聊天群和社交媒体 批评国家领导人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龙克海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 自由亚周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投证澳大利亚的中国间谍王立强案继续发酵 台湾桃园市议员王浩宇透露 王立强在去年台湾选举前曾经使用 黄立新这个名字进入台湾 另外网络资料也显示 被王立强被指称为间谍的向心领导的 中国创新公司的大股东 曾经卷入上海一桩 400亿元人民币的违法集资诈骗案 先听本台记者黄春梅法子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环球网公布 2016年福建省光泽县法院的庭审录像 被告人是被称为王立强的男子 不过台湾桃园市议员王浩宇指出 王立强在澳洲电视台专访中 只讲到从中国逃到香港再到澳洲 没有进入台湾 但是就他掌握 王立强2018年在台湾活动 名字是用黄立新 就他所知 使用黄立新的男子曾来台多次 王浩宇说 根据他私下掌握的消息称 就连王立强这个名字都是假的 中国公布所谓的 王立强炸七犯庭审录像大有问题 中国公布的庭审录像时间是2016年10月14 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 录影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指出 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案件 应当当庭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影 这项规定从2017年3月1号起才实施 王浩宇补充说 环球网在王立强案绵密的出招 除了公布庭审录像外 还以被台湾民进党当局扣押的向心到底是谁为题 将中国创新投资董事局主席向心 形容成一个被卷入内地一场大规模的集资诈骗案 被搞得很狼狈 损失很多钱的商人 根据中国法院网2018年9月19日资料 国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集资诈骗案一审审判书 被告单位国泰投资非法集资共约400亿元 判处负责人徐勤无期徒刑 判处陈家经等9人有期徒刑12年到5年不等 而这一位陈家经就是向心中国创新的大股东 环球网图文并茂报导企图证明向心只是普通的商人 不过中国学者黄先生接受本台访问时却认为 一开始不那么用力的话 他还不怀疑他们越用力破绽越多 向心的公司被指涉参与对台情报工作 而根据中国网2014年指出 其大股东国泰投资还独家赞助支持2014年护台青年论坛 当年7月12日国泰董事长陈家经出席并发表谈话 与会的成员号称包括护台两地经济界 文化界社会界精英人士和青年才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专访时 被问到是否希望两岸领导人举行蔡席会 蔡英文表示听起来倒是蛮诱人的 但是她有她的前提条件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另一篇报道 蔡总统27日接受民事新闻台节目专访时被问及 不少政治人物都希望能有历史定位 因此第二任任期内如果可能的话 是否希望与对岸领导人习近平见面 或跟北京展开任何会面 蔡总统说 她知道很多政治人物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听起来蛮诱惑的但重点是总统的责任是守住国家最基本的利益 蔡英文进一步说明没有排除任何互动的可能性 不挑衅不冒进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 也愿意跟中国有各方面的交流沟通 但是不希望设置政治前提 她也强调最重要的还是台湾基本利益的维持与守住 蔡英文28日出席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揭牌成立典礼 受访时继续被提问是否不排除蔡席会 蔡英文表示 为了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 我都愿意去尝试任何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不会以国家的主权 跟国家的安全做代价 当记者追问是否觉得蔡席会很诱惑 蔡英文笑了一下回应表示 如果她对于两岸维持和平稳定 是有益处的话 我相信任何的领导人都会去考虑的 前国防部副部长战略学者林中斌 早在2017年在她与资深媒体人其乐意的共同著作 波云见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一书 就抛出蔡席会苗头以及萌芽 林中斌28日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早在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后 蔡英文就提及 只要在对等尊严没有政治前提下 作为台湾总统 她很乐意也有责任 与对岸领导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所以她如果观察金正恩 怎么跟川普玩这个游戏 她应该得到一个结论 林中斌点出习近平从今年1月2号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结果台湾反对声音非常大 3月中解放军机超越中线 4月初机舰绕台 紧接着香港反送中运动 都是直接或间接有意无意帮了蔡英文民调上升 林中斌说她不敢说北京暗中挹注蔡英文 但是双方有种很奇妙的关系 所以林中斌仍对蔡席会表示乐观态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法国27号呼吁中国停止在新疆大规模任意拘押穆斯林 中国外交部进行反驳 认为这是干涉内政 不过美国和欧盟 其中包括德国英国和瑞士等国家都相继发表声明 呼吁中国关闭再教育营 请听投业记者蔡林的报道 法国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 呼吁中国应该停止在新疆大规模任意拘押穆斯林 针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最近对外公布 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再教育营的最新政策文件指出 在新疆约有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被关押在北京称为职业学校的再教育营州 法国政府表示正密切注意审查新闻界报道的所有证词和文件 法国外交部说 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大规模任意拘押的做法 也呼吁中国关闭再教育营 并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尽快到访新疆 以报告当地的状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8日在记者会中回应法国的声明 他表示新疆地方政府采取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 光明正大无可非议 耿爽强调去年底以来已有上千名外国使节国际组织官员 媒体人士先后到新疆参访 不只批评法国 根爽也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国电文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 虐待大规模被拘的穆斯林说法 批评蓬佩奥 他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险恶用心 不过不止法国和美国 欧盟多国也都对中国侵犯人权发表声明 欧洲外交与安全事务部发言人柯契江齐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欧盟持续希望中国遵守自身与国际义务 并且尊重人权 包括尊重在西藏与新疆的少数民族权利和自由 英国外交部要求停止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 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信仰自由 施以无差别和不符比例的限制 瑞士政府也发表声明 敦促中国给予联合国观察人员 对这些涉及营区不受阻碍的检查权 都国外长马斯更强调 若真有数十万维吾尔人受到关押 国际社会不可对此置若罔闻 他强调人权问题不可讨价还价 它是普世价值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公布的中国机密文件 赫然揭露新疆再教语营宛如监狱般的情况 令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震惊和惶恐 不少维吾尔人已经和家人失联两三年了 担心终生见不到家人了 请听特约记者柳飞的报道 看到数百页中国迫害维吾尔族的机密文件曝光的新闻 加拿大维吾尔妇女协会成员马赛迪克·奇瑞更难过了 过去外界猜测的事情成为真实 他有三个兄弟和许多亲戚家人都在新疆 从2016年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们 我已经两年多找不到他们了 都没有人接我电话 到了今年甚至电话服务都已断线了 所以我合理怀疑他们都已经被抓进集中营里了 温哥华维吾尔人协会青年领袖莎丽娜·纳利的亲人 也都在中国 两年多来毫无讯息 他说所有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都有类似的遭遇 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亲人是生是死 这种心情的折磨是很痛苦的 在加拿大的我们看似身体安全 但精神上却不安全 因为联系不上家人 而若公开批评中国 还要担心家人更遭到迫害 不少人因为思念家人而得了抑郁症 马赛迪克·奇瑞也说 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控制 不仅是在中国境内 而是企图把控制势力伸向全球各地 基本上就是要把维吾尔人赶尽杀绝 是一种文化灭绝 他说自己在温哥华参与几次维吾尔人抗议中国的活动 都有发生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财场事件 最近一次是在9月 在温哥华市中心的集会上 有年轻中国人对他们拍摄并叫嚣 他们只好打电话给警方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为说 中国政府监视加拿大维吾尔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中国雇用在加拿大的学生和社区人士 关注那些认为是制造麻烦的人 高度支持这次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欧瑞利 日前特地从加拿大飞回香港参加区议会选举投票 刚回到加拿大的他又看到新疆维吾尔族被迫害的新闻 有很深的感触 他说香港其实和新疆一样正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打压 大学附近的军营其实安装了很多那些监控的镜头 那些镜头不只是一个镜头 就一个镜头而已 而是有四个连续的镜头 能够拍180度的角度 就一直不断的新疆化 马赛迪克齐瑞和沙利纳纳利 看到美国和欧盟都针对此机密文件而发声 谴责中共迫害维吾尔人 但却尚未看到加拿大政府有所动作 感到很遗憾 他们希望加拿大政府 勿望民主人权自由等核心价值 要支持加拿大维吾尔社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导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内蒙古地区再次确诊新的蜀疫病例 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 11月28号证实 当地乌兰查布市四子王岐一名牧民 星期三在四子王岐人民医院就诊期间 经专家会诊 确诊为现蜀疫病例 中国官方中心网的报道说 患者发病前曾在蜀疫医员地区活动 目前该名患者已被医院隔离 四名密切接触者也已按照要求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另外根据中国 国家卫健委网站星期四发布的消息 北京市确诊来自内蒙古西伦格罗盟的 两名肺鼠疫患者的病情仍然危重 一名叫阿奇兹的美国17岁女孩 因为使用抖音发布视频 呼吁关注中国新疆集中营 强制关押穆斯林的行径 遭抖音封号 事件经女孩使用推特曝光后 引发舆论的反弹 抖音随后向女孩道歉 声称将其封号下架视频属于人为的疏忽 台湾艺人高以祥近日在中国拍片猝死 节目所在的单位 浙江卫视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宣布 愿意承担相认的责任 声明表示 当天凌晨1点30分左右 高以祥在节目录影过程中 奔跑时突然减速倒地 现场的医护人员立刻进行抢救 并随后送往当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救治 最终抢救无效离世 并对此意外事件的发生 浙江卫视会深刻的反思原因 对节目录制所有环节进行全面的检查 做好安全保障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就播送完了 谢谢您的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